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酸菜也是相当不错的切一下可以直接入口的还有这个葱白大葱准备开炒接下来要炒一炒这个酸菜蒸姜大葱他们俩真的是不分家一把野山椒就是泡椒酸菜跟酸菜萝卜全部都倒下去干辣椒最好放一点炒起来 为了让这个汤啊变得更好看可以加一点这个叫什么来着黄灯灯椒加个一勺多高汤倒点高汤来高汤在兑点水这个高汤太浓了啊 开水 嗯 这就可以了 好了 先烧开再说 好 现在呢汤汁开了把这个 这个 酸菜里面的那个老汤倒进去 这个酸汤 搁点白醋 调调酸度 白胡椒粉别忘记 味道就上来了 牛蛙腌了有十分钟了吧 把牛蛙全部倒进去 你看这个汤啊 你看这个汤啊 就因为用高汤啊 变得特别的浓啊 煮了五分钟也差不多了 这个时间 另外呢就是要加入微盐 不要太咸了 这个酸菜啊 这些菜里面都是含盐分量很高的 好了 现在呢咱们要做的就是可以关火了 一股脑的倒到锅里 铁锅呀对这种酸性的东西腐蚀特别的严重 锅洗干净 现在呢你看我放了几个藤椒 就是为了增加最终的这个香味 蒜末 还有这个葱花 再加一点干辣椒 这个就爽了 浇上去 好了香菜往上一搁 这道菜就完成了 来吧 看一下 是不是油亮油亮的啊 很漂亮 哇 嗯 肉很嫩啊 好吃 赶紧尝尝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了